比赛进行到第86分钟,出场还不到10分钟的吴磊,在本方进区前与对方球员一次拼抢中成功快过对手,吴磊加速带球形成边路反击之势,比利亚雷亚尔中场球员伊沃拉运赶来堵截,被吴磊率先将皮球摊过,吴磊直下伊沃拉选择反规,才阻止了吴磊的边路快速反击。 为此,伊沃拉直到黄牌,吴磊技巧和速度优势,在西教联赛得以展现。 不过这并不是吴磊在他个人西教手秀中最大亮点,两个其他的细节更是能够体现吴磊身上的宝贵品质。 众所周知,吴磊在亚洲杯赛期间,就已经是连续四场比赛带上出场,做尖伤势,让他没有在亚洲杯赛网上并痛轻扰。 夹盟西班牙人队只有五天时间,肩负任带撕裂骨头明显有变形的情况下,他依然坚持训练,并用施机行动,打动主帅卢比。 结果第一次入选18人大名单,就获得替补助场的机会。 能够克服伤并坚持比赛,无类端争的职业态度,或许是西班牙人队,摆脱降级风险最需要的品质。 此外,与五天前完全不同的发型相比,无类在西甲首秀的头发造型,确实不如观山亮相那天出彩。 在当年张玉宁亮相欧洲联赛的初级阶段,每场比赛都要抹不少大腊相比,无类吐包子式的发型,亮相西甲赛场,其实背后更是他低调务实这个优良品质的体现。 在中超身价早已超过千万欧元,年薪也恐怕是目前西班牙人队。 多数队友都无法相比的,但是无类却低调这些品质,都足以体现。 无类对这次宝贵流量机会的珍惜,他来西甲只有一个目标,就是打上比赛争取尽早进球,为中国球员树立榜让。 而榜亮最好的体现,并非只是在踢球环节,如何能够摆中西域中超大牌的姿态,以全新的要求,来适应高水平联赛的考验,这才是无类全身心去考虑的问题。 在追求足球梦想的道路上,无类一直是当年徐根保险中最看好的无价之宝,因为无类不但拥有踢球的天赋,更加拥有一名职业球员的优良品质。 祝无类赞!